一场意外 令六个月大的孩子 从此伤目失明 别人眼中不幸的人 四岁时 却遇上神迹般的经历 我被带到天上 耶稣显示了我 所有天上的神迹 出生时只得半边废功林 有奇迹感 可以唱出天类个圣 当你找到的地方 在你的心里居住 经历和上帝对话 这些非比尘尝的经历 带给Richo跟上人不一样的生命 他怎样去运用这些经历 为上帝精彩过一生 明天不记住昨天 以往的以后谁在意 如曾有错 未成大错 要改到总算是容易 我最亲爱的 这一首宝贵是时间 你要归落还不太慢 黑天鹅 原产于澳洲 很多时候会用来比喻一些 可能性离乎其微 不可预测的罕有事件 在澳洲定居的印尼耶加达少女Richo 生命好比黑天鹅一样 多次发生一些无法解释的超自然经历 两岁的时候 Richo的爸爸妈妈信耶稣之后 经常会和女儿祈祷 又会每天读一张圣经给她听 而当时的Richo 已经和其他小孩很不同 即使很多成年人 都不能用一个半小时祷告 但只得两岁的Richo 就很专注听爸爸妈妈向上帝谈傻 在她四岁的时候 还第一次听到上帝的声音 神在我梦中显示了自己 在这梦中我站在哪里 我看到这个明亮的灯 从天上的灯 然后我听了一声说Richo Richo 因为我当时很年轻 我仍然很害怕 所以我问了 谁是你 然后声音就回答了 我是神 我爱你 从那时 我的信心在神 开始增长 因为我认识祂在我 我认识祂在那里 在圣经里面有一个人物 撒母耳 他小时候都听到上帝的呼唤 但Richo当时并不单只听到上帝说我爱你 还教他如何安慰爸爸妈妈 她只靠下来 我认识祂在第一次 我认识祂在那里 我认识祂在那里 我从神经里面有一个人物 我给你一个人物 我给你一个人物 所以是很惨 因为她只四岁 她没有知识祂 她知道我们每天用她的识识 每天一段 但她没有知识祂 她给予我们,她甚至没有知识 但她给予我们的第一次 就是向我们向我们移动 比以前更强 像神迹一样的经历 令Ritual小时候 已经相信上帝和天堂的真实 但更令她意想不到的是 上帝用奇妙的方法 令她即使失明 看不到五线谱 都可以弹琴 甚至作曲填词 当她是三十四年以后 她教授给她一个兵器 一个兵器 然后她开始玩的兵器 然后她很快的歌曲 然后我的妻子说 我们必须购买她一个兵器 因为我相信 Ritual有功能 在唱和唱的兵器 这首就是Ritual六岁的时候 写的第一首歌 当时没有音乐训练的她 就是凭着上帝的带领 完成这首作品 当时我已经有个兵器 所以我已经坐在兵器 所以我只是在兵器 然后在兵器 然后我突然听到声音 然后我听到声音 因为我接近于神 那时候 我认为神的声音 我听到神的声音 这是我第一首歌 从上帝而来的音乐灵感 并不是偶然出现 八岁的时候 Ritual就集合了十首作品 出版第一张个人专辑 里面全部歌曲 都是由她作曲填钱 歌词内容 很多时候都是来自圣经诗篇 对上帝的赞美 我相信 祝福的祝福和歌曲 是由神来自神 而是由神来自天 所以我认为 我认为我第一首歌 是《神祭祈祝》 Ritual很清楚自己的恩慈 是从上帝而来 她亦有使命 要善用恩慈 和人分享 这位施行神迹歧视的上帝 在出版专辑之后 不仅在澳洲 她还到新加坡 马来西亚的教会 分享见证和现场 I believe that I am who I am today because of God's grace 我相信今天我能够这样在这里 都是一神的恩典 I believe that I can write songs and play the piano and go through my studies because of God's grace 我相信我能够可以写歌 能够可以写词 和能够读书 都是神的恩典 2012年4月 她去到澳洲拍师的华人教会 和在当地发生过车祸的 何静嫌Carmen 在同一聚会上分享见证 十年里面 神给了很多恩典给我 所以我今天一定要来到这里 和大家分享 神给我这十年里面 很多的爱 很多的恩典 当我听到Rachel的见证 她可以很简单 很简单就是鼓励人 叫人你不要放弃 你要继续下去 原来就是可以很简单 原来都可以很有力量 原来神给我们 除了言语 我们有身体预言 我们有我们的经历 我们有表情 或者我们有缺陷 好像Rachel她看不到东西 好像我坐在轮椅上面 其实原来当我们 很多一个见传人说一句话 跟我们有缺陷 有残障的 说一句话 原来是很不同 原来我们可以更简单的 去荣耀神 有一个时候 我问耶稣 为什么我疯了 为什么他不治疗我的眼睛 耶稣没有直接回答我 不是没有直接回答我 我依然是被人带到 我顺便 di 환亡 我依然被人带到 在今宫人带到33颗 我依然成为 我依然到 你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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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关心 因为 你死 你没有继续 在你的眼睛 最重要的是你的靈體健康 一次又一次與神相遇 提醒Ritual不再需要因為失明 而限制自己的能力 放下疑問之後 他能夠懷著感應的心作曲填詞 現在已經出了三張轉輯 但能夠唱出天涯的歌聲 有今天的成就 也是一件令人意料之外的事 因為在他出生的時候 只有一半肺功能 甚至只有5%的生存機會 當她出生的時候 其實沒有希望讓她活動 她只等了1kg75g 當她出生的時候 只有35cm的長度 而一股腸還沒有活動 然後有鼻子在鼻子上 然後有血液 所以在醫院通常會拒絕她 在懷孕五至六個月期間 Ritual媽媽經常肚痛 到30周的時候 醫生警告 如果再不生孩子下來 兩母女也會有危險 作为妈妈 看到Ritual一出生的时候 那么多病痛 甚至随时死亡 她心里面很自责 当时Ritual一家人 还在印尼居住 几经辛苦 才找到一间医院 肯治疗早产婴儿 但半年后 又发现Ritual 因为吸入氧气过多 而伤眼失明 一次又一次的打击 令Ritual的妈妈很心痛 后来她逼述 从她的胸部 然后她变成了小小 她准备了 所以她如何煮食 她移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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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东西的东西 当然变成了个问题 你继续想要想着她的未来 天后天 然后让她很害怕 很悲哀 所以我一直想想 如何让她生气 如何生死 因為我嘗試閉嘴 只有10分鐘 所以我不太開心 我不能看到任何東西 很暗 為了女兒的健康 在Ritual歲半的時候 她決定放下印尼的一切 去到醫學比較昌明的地方 澳洲治療 不過換來的 她是再一次的壞消息 太慢